重機騎士不要臉 一下把自己當機車 一下把自己當汽車 可是你看一下國外 是有那麼嚴重嗎 台灣騎車有那麼誇張嗎 面對塞車的時候最重要的 你看這兩線道 他們的右邊是不會留空間給機車的 這就是一個稀鬆平常的利用城市空間 為什麼我們的家園不能吸收別人的好處 然後捨去一些我們不適合台灣文化的東西 台灣人到底XX有什麼問題 不少民眾外出時 會透過騎車開車的方式抵達目的地 美國CNN先前報導台灣有如行人地獄 重機Youtuber周小潔日前 播出在國外體驗當地交通的影片 努提台灣人到底有什麼問題引發熱議 在國外除了駕駛旅讓行人 行人也都會注意車流 影片最後期許台灣能吸收國外令人讚賞的優點 進而提升台灣交通的文化 現在就來看看 義大利的交通跟台灣有什麼差別 來有沒有看到他們塞車的時候是怎麼應對的 然後這個騎士要右轉就轉過去 再來看看 車輛靜止的時候呢 他就往前了 來到這邊真的是 霧靜止的天堂啊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道路規劃 有沒有 我們前面是一個雙線的馬路 下方有充沛的人行道 還有一個腳踏車道 對面也有腳踏車道 所以他的路上你會看到 這邊有一些共享單車 在路口有沒有 前面路口的交換上面呢 也有一些保護腳踏車的裝置 有沒有看到 面對塞車的時候最重要的 你看這兩線道 他們的右邊 是不會留空間給機車的 所以機車他們自動會走到這邊 有沒有這個機車騎士要右轉 他也不會去利用那個腳踏車道 他會在這邊乖乖的等 那其他的騎士呢 在利用紅綠燈的空檔之間 就會走中間轉到前面 包含對面的也是一樣 來有沒有看到他們塞車的時候 是怎麼應對的 然後這個騎士 要右轉就轉過去了 再來看看 這就是一個稀鬆平常的 利用程式空間 只是說大家的水平要夠好一點 可是我看他們這樣子騎 再來看 那電動車會不會鑽 還是他比較慢 沒有你看他現在在看照後鏡 他也在看後方有沒有車 要跟他做一樣的行為 空間可以嗎 沒有 因為這台藍色的小車靠的比較邊一點 但是車輛靜止的時候呢 他就往前了 然後他們就把線跨過去 這樣子到前面 那你知道這樣子的行為 在台灣會是怎樣嗎 你們重心騎士不要臉 一下把自己當機車 一下把自己當汽車 可是你看一下國外 又來了大型的 重型的 是有那麼嚴重嗎 台灣騎車 有那麼誇張嗎 我在這邊住了好幾天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條路上 有任何一個車禍要調解 有沒有看到 兩邊都在跨中間的時候 他們自己會去做一個調解 腳踏車就專心走他的腳踏車道 不會有人來佔用 行人 行人有他自己好好走的道路 有沒有 有沒有 左與右他們自己調配 不塞車的時候他們會回來 但是一塞車 需要使用摩托車便利性的時候呢 他們也不會覺得我們義大利地大 我們不需要做這些事情啊 就好好排隊 沒有啦 你看 又往前了 又往前了 再來一件事情我想探討就是 理讓行人 來 行人要過馬路了 他們並沒有說 人一定都要離開 你看像機車剛剛那樣子 只要空間是安全的 他們會這樣子 就過去 現在車流要開始走動囉 黃色帽子的女生是不是要過馬路呢 這三四個人看起來都要過馬路 這邊也有人要過馬路了 其實你看到他們也不是那麼有自信的就直接通過了 他們也是會看一下車流 並不像傳聞中的就是你走上去 大家就會 有沒有有沒有 雖然他剛剛起步了 但是一看到有人要經過他就慢下來了 多麼peace 多麼和平的 然後你看摩托車這樣子 在行人經過的瞬間之後 他馬上就從他的身後過去呢 也不像台灣有一個那種 要跟他距離三個斑馬線的距離 這樣子才算安全 哎呦哎呦這個情況比較危險喔 視線死角 會不會出現意大利人 看起來是沒有啦 他的人影過了 所以你看他們在路口進空 不能壓在斑馬線上面呢 哎呦腳踏車都讓行人了 似乎是沒有在那麼執著這件事情上 因為可能人家的觀念就是 哎就算我真的壓在這上面 還有人去理讓機車先 然後再來我經過 等一下確定一下 因為機車可能跟汽車的 那種行駛方式思維會稍微不同 來來來 在台灣就是你不要臉 你跨中線 你沒事把自己當汽車 方便又把自己當機車 這種無聊的事情 真的 我們每天在爭吵這些東西 但是卻從來不想一下 我們的地比它小更多 人口密集度更高 然後整天就在那邊 執著一些 因為我汽車不能有的方便性 你們機車也不要想要有啦 更何況是那種 自以為大型玩具的大型重型機車 憑什麼你們可以又帥又快 又方便又好停車 好啦我們實際去道路上走一下 跟各位看一下他們的城市規劃 和汽機車停放的位置 是如何去做一個規劃 各位我就住在這後面這個窗戶上面 這邊二樓 一開門就可以看到他們有一個區域 地上這個有沒有 畫一個格子 但是它好像似乎是寫給腳踏車停的 這邊有一台光陽的摩托車 這邊有一台摩托車直接停在腳踏車 Parking上面 然後他們的治安似乎不是特別的好 所以你看他們的車子都會有這種 鏈條鎖 也不難解釋為什麼 ECMA展覽上面會有很多的 鏈條鎖廠商 碟盤鎖廠商 它都是比粗比厚的 轉到小巷弄內 就開始看到了一些停車位 有沒有 汽車擁有的停車位 我覺得這邊還不算擁擠 然後人行道呢 非常的大條 而這麼大條的人行道呢 他們也不會說 就是只有行人可以 因為看到隨處可見的摩托車 就是使用它的一個方便性 在不影響 所有人的情況下 然後每一台都有加鎖對不對 我真的來這邊沒看過幾起車禍 可是我在台灣 我每天都遇得到吧 然後再來看一下 台灣人到底XX有什麼問題 摩托車 就是這樣子跟城市共享一些 不會影響行人的地方嘛 1 2 3 4 5 6 7 8 我真的搞不懂 我們XX台灣人到底哪裡有問題 我們的地是比義大利大嗎 我們的人口密集度是又比它稀鬆嗎 我們是更多人吧 我們蘇格達是更多吧 為什麼 城市規劃就已經爛過他們了